都可以下來了 家屬一一下車神情哀戚 在地震中最後失聯的 丁家五口親友 再次前往殯儀館 配合檢方看宴 包含慈濟基金會在內 各宗教單位輪班持續為 往生者送經註念 行政院長賴清德 也特地前來向罹難者念香之意 我代表蔡英文總統 親自前來祭拜的現場 表達愛道之意 那後續的鎮災跟重建工程 要面臨的事情還有很多 目前呢 鎮災重建的專案小組已經成立 擔心天氣影響 工作人員正如火如荼 組裝棚架 12號中午 縣府將舉辦聯合追師公祭 因應往生者不同宗教信仰 靈堂內也將採用 五教合一的方式 希望在神神佛號及助導生下 讓家屬早日走出傷痛 大愛新聞花蓮綜合報導